哈喽 大家好 我是表弟 表弟教你简单煮 今天要教大家煮一道干炒盒粉 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材料 这个是450克的盒粉 这个豆芽150克 银羊就是头尾巴掉了 银羊 鸡蛋两颗 当然这个猪肉 虾你可以放收冻 还有其他的配搭都可以了 那么我今天选择猪肉和虾 我们有一点葱 有一个葱 轻葱切断备用 当然我们有一个辣椒 辣椒切丝 可以摆在上面 简单 还有一个大葱 材料我们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的调味料 蚝油一汤匙 一汤匙的酱油 一汤匙的黑酱油 糖半茶匙 一茶匙的鸡精粉 一茶匙的鸡精粉 就可以了 我们搅拌它 现在我们要去炒 在炒之前我们的猪肉虾要盐一盐 我们放少许的酱油 我们放少许的酱油 放一茶匙的 马铃薯粉 搅拌均匀 OK 可以了啦 现在我们就是去炒 首先我们开锅要烧烧热锅 然后热锅我们下冷油 给锅再热锅再热锅再热一热 看到有油温的时候 我们把油倒出来 我们再加入少许的油下去 我们放葱 爆香 猪肉调味炒一炒 后我们就把鸡蛋放下去 把它我们做出一个 我们把鸡蛋放下去 我们把鸡蛋放下去 全呈大火 这个锅動画煎到一段瓶 我们就把酱油打上去 加菜 最後撒上胡椒粉 可以了 這一道香噴噴的乾炒和粉就好了 一道香噴噴的乾炒和粉就炒好了 方法落作隊成功就絕對 我們下一個視頻見 Bye 那不是 我們的說笑 我們下一個消息 的結論 我們下一個消息 我們下一個消息 可以嗎 我們下一個消息